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精讲班课程的学习 来完成的第11章国际商务运营 那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 整个这一章的框架和知识体系 那作为第11章国际商务运营 应该来说呢 在今年的整个教材的变动中呢 它是一个重大调整的部分 那我们会看到呢 如果你对比 手里如果你有去年的这个旧版的教材呢 相对照一下就会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框架体系的这个顺序 都重新做了一个梳理 那应该来讲呢 这次梳理之后呢 整个我们从逻辑上 它是非常的顺畅 因为如果呢 大家听旧版的这个教材 会听到 每一次我们讲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都会去说啊 它过去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介绍呢 它出现了前后的这样的一个颠倒啊 比如说 它先介绍的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内容 之后呢 再去介绍 我们作为国际商务运营 它市场进入的不同的这些模式 所以它的逻辑上在过去呢 是错误的 而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它先给大家介绍 跨国公司 那什么叫做跨国公司啊 它的一些特征啊 组织的这个形式 法律的组织形式有哪些 那管理的组织形式有哪些 好 你看它在第三部分 告诉我们作为跨国公司啊 进入国际市场的这个模式 有哪些呢 出口的模式 许可的模式 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 所以它是先给大家 总体的介绍了 那我们进入国际市场 三种典型的模式 那我们会看到 到后面 它后面这两个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业务 以及国际贸易业务 它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作为前面介绍的三种模式 其中的两个 那其中的第一个 不就是这个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吗 那么第二节 就是讲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 而这个国际贸易业务 对应的不就是出口模式这一块 所以什么叫做国贸 不就是把我们国内生产的产品 卖到国外 然后呢 把国外的 我们需要的呢 再进口到国内 那这不就是我们国际贸易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内涵吗 所以这块啊 它从逻辑上更加顺畅了 当然除此之外 除了逻辑上的调整 在内容上 也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在第一小节中 最后的这两块 跨国公司以国际技术转让 以及跨国公司与国际税收 这部分内容 是过去我们的旧版教材 完全没有的 它是一个新增的 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看到啊 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业务中的 这块 收益成本与政策的工具 也是我们旧版教材中没有的 还有就是最后这一小节的内容 整个的 关于国际贸易业务的 相关的这些内容 它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的 全部都是全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今年的这个调整 其实还是极大的增加了 我们对于相关知识掌握的 这样一个难度啊 所以其实呢 我们如果对比前两年来看 我们这一次教材的修订呢 很深刻的能够感受到 整体来讲 知识体系的这个介绍 虽然高级了 但是对我们考生来讲 它是更难了啊 所以及早通过考试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再等两年 它可能会越来越难 不仅仅是教材 介绍的知识难了 而是它考核的思路 会越来越难 因为头几年 还不成熟嘛 对不对 到底我这个难度应该出的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对吗 我的题目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它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等会有两年之后 再加上我们市场的一些反馈 对不对 大家都在反馈 这个题目并不难啊 等等等等之后 慢慢慢慢 其实它就找到我 出题的一个思路了 那当然慢慢慢慢 伴随我们教材体系的 这种高级的体现 题目也会越来越高级 所以及早通过 永远是第一要务 所以剩下的时间 虽然不多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尽全力去备考 好了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呢 顺序的啊 那关于具体的 每一个框架中介绍的这个内容呢 老师就不在框架体系中 给大家再去赘述了啊 我说很多 你也不太理解 咱们就直接进入到具体内容的学习 那么第一小节呢 就是介绍跨国公司的 这些基本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跨国公司 对不对 它的具备的一些特征 那我们的组织的形式 法律组织形式 管理的组织形式 以及它进入市场啊 跨国公司的市场的进入的这个模式 刚才提到了三种的模式啊 还有呢 我们新增的两个知识点 咱们依次来看 首先作为第一块啊 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这一块字面的意思 能够梳理清楚就可以啊 总体它都不难 那什么叫做跨国公司呢 那基本概念会告诉我们 一说跨国 那一定是呢 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啊 这样才体现出跨国嘛 你去从事相关的经营的活动 那好了 虽然我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来去从事经营活动 但是我们拥有一个统一的 中央的决策的体系 和全球的战略目标 这是一致的 那么它遍布全球的 各个这些分支机构 这个各个实体 它分享资源和信息 并且分担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概念字面的意思梳理之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判断一家企业 那是否是跨国公司具备三个标准 哪三个标准呢 你看 从结构上去判断 从业绩上去判断 从行为上去判断 三个标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结构标准上去判断 那结构会体现在啊 那作为跨国公司 它一定是两个以上的国家来去进行业务的经营 那么公司的所有权为两个国级以上啊 也就是两个以上国级的人所拥有 它一定不会说 你就在一个国家内来去经营啊 以一个啊 所有权是一个国级的人去所有的 所以这些啊 从结构上体现的这种标准 你都对应了跨国两个字去理解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公司的这个高管的人员 高级的经理人员是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国家 那公司的组织形式呢 以全球性的地区和全球性的产品为基础 那也就是说 我具有啊 比如说我具有亚洲区的 那我也有欧洲区的 还有非洲区的对不对 还有我们是全球性的产品为基础 这是从结构上体现出来的 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 那我们的所有权啊 拥有所有权的也是两个以上的国际人所拥有啊 包括我们的管理人员 也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啊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业绩的标准 那么这个业绩的标准 一定体现在跨国公司在国外 也就是我们母国之外的 这个国家的 它的生产值 它的销售额 利润额 资产额 或者是它的雇员 人数应该达到某一个百分比 你不能说它为零 那这个从业绩标准上来讲 它也不叫跨国公司 它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百分比的这样一个数值啊 好我们再来从行为上来去判断 那作为跨国公司应当具有全球的战略的这个动机和战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以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同等对待世界各地的商业机会和相关的分支机构 所以从结构标准 从业绩标准 从行为标准 三个方面啊 我们来去证明它是属于跨国公司 好了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作为跨国公司 它具备的这个特征啊 也是很好理解的 那首先跨国公司呢 它一定是以 除了我们母国之外 我们是整个的世界市场 为你的目标的这样一个市场 我们实施的是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经营的战略 那它的战略就具有全球性 这其实都是围绕着 你既然是跨国对不对 这一跨 那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 你的战略具有全球性 好了 我们在全球战略的指导之下 是集中管理 集中在哪里 肯定集中是在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母公司所在的这个国家 你的母国啊 那我们具有明显的内部化的优势 这个体现的是什么呢 这个内部化的意识 这种优势呢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我们外部的市场交易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跨国公司啊 它不像是外部的市场交易的行为 它有很高的这种交易成分 它都是给我们内部化来运营 内部化的优势 进而解释就在于 我们的母公司和各分支机构 比如说我们的母公司啊 是在中国 那我们在世界各国很多的这个国家 会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比如说我在越南 有我的这个 因为那地方有这个人口的红利 它的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低 那我们在越南呢 有一定的生产的这个加工的这些部门 那我们可能还在印度呢 有一定的组装的这些部门 我们可能还在其他的国家 还有研发的部门 你看这就是一种 我们母公司和世界各国的 这些分支机构之间 那我们相互运营的关系 是一种协调配合的关系 我们可不是外部的 比如和其他的企业之间的 这种买卖的关系 咱们不是的 那我就可以做到 可能我的相关的这个生产 会在除了我母国之外的 其他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有分支机构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来进行生产 那进而呢 我们在在另外的一个国家 也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分支机构 来进行组装 总之我选择的都是 我具备优势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和地区的这些分支机构 来进行我的生产运营的方方面面 但是我们这个过程 它不是市场交易的行为 它属于一种内部的 这样一个资源的划布 生产来你来完成 你的装备由你来完成 研发由你来完成 是我们跨国的不同的分支机构 但是它都是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划布 我们优先去选上技术 共享我们的信息资源 因为说到底 咱们是一家人 对不对 我们的母公司 和你的这个分公司也好 和你的子公司也好 对不对 我们总归到底是一家人 所以这是我们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划布的行为 它不是一个市场交易的行为 所以它叫内部化的优势 好 这个我们解释了一下 那我们的经营手段呢 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 前面我们从框架中也会看到 那快活公司的 我们对外开展业务 对不对 我们的市场进入的这个模式 有不同的 我们有出口的方式 我们有许可的这个方式 还有什么呢 国际直接投资 所以经营手段的 国际直接投资 这种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基础 那它可以最大限度的 去增加我们的盈利 好 那么这些特征呢 在理解之后呢 咱们来看到 关于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 那我们这块呢 它分为两类给大家介绍 一部分呢 是法律组织的形式 一部分呢 是我们管理的组织的这个形式 大家注意啊 这块唯一可考性就在于 如果它出 案例分析题 那无非就是给我们一段 陈述一个表述 你可以根据相关的这个陈述和表述 判断啊 比如说它属于哪一种 法律组织的形式 包括我们后面所介绍的 管理组织的这种形式 你可以加以判断 并且呢 在理解的技术之上 能够把它各自的优缺点 它肯定除了让你判断形式 那还会让你去陈述 它相关的优缺点 对不对 所以这块呢 会有很多的形式 优缺点内容也很多 但完全不需要 你去死寂应备它 那包括案例提示给你的这个信息 其实它一定会 给你这么样的一个启示 让你能判断出来 到底是比如说 母公司啊 分公司啊 子公司这些相关的概念 而你在它名词理解的技术之上 优缺点完全可以推导出来 不需要去背 所以咱们这块理解是很重要的 跟着老师的思路来 好了 我们说它第一块的分类呢 介绍的是跨国公司的 法律组织的形式 所以所谓法律组织的形式 就是我们来看它 在法律实体上 它是不是具有一定的 独立的这样一个实体 所以这种判断 就可以帮我们看 由母公司 或者我们称为叫做总公司 还有分公司 子公司 以及办事处 咱们依次来看 首先呢 叫母公司 它也可以称为总公司 它这个诱称啊 其实是为了对应后面 因为我们介绍了母公司之后 我们还会讲子公司 那我们讲了总公司 这个同样的这样一个词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后面我们还会讲分公司 所以我们有母公司 对应的是子公司 那我们的总公司呢 对应的是分公司 它是这样配对的啊 所以它有一个括号 虽然说的是一码事 但是它和后面的啊 这个法律组织的形式 相匹配对应的时候 我们这样一对一对的 来去对比基 它会更加方便啊 我们先来看母公司 一定啊 我们说母公司也好 总公司也好 我们从这里面顾名思义 你想母公司 就是我们这个总公司 所以它发挥的就像那个 老母亲的那个身份一样 对不对 所以那个老母亲 它一定掌握着你其他的 这些公司的这个股份 所以它才叫做母公司嘛 对吗 它才叫做总公司 它的这个总和母 就体现在 你掌握着其他公司的 这样一个股份 实际控制着其他公司的业务 并且使他们成为自己 附属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发挥了它的这个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看 作为母公司呢 它是通过制定方针 政策和战略的 那么对于其世界各地的 这些分支机构来进行 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好 那我们理解这个之后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分公司 老师刚才讲了 这个分 对应的就是前面这个母公司 又称叫做总公司 所以我们看这个分公司啊 这个分你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 这个分你可以理解成为一部分 它是什么呢 是我们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 或者是部署机构 所以怎么理解 它就是我们总公司的一部分 你看一部分的话 那它就在法律上 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 没有独立性 大家可以理解吗 因为它是我们总公司的一部分 你这样的话 从名词 一下子这个特点就清楚 既然是一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它不是独立的 对不对 所以它不具备独立的法人的资格 那相对应的 那你在经济上和法律上 就不具备独立性 那好了 那下面这些 你说你需要背吗 你不需要背了 想一想就出来了 因为它不具备独立的法人的资格 所以分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 这个公司的名称和章程 对不对 它没有独立性 那它所有的资产都归谁 当然都归我们的这个总公司 因为你只是总公司的一部分 你也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那我们的总公司呢 对于我们说 它的这个分公司的债务货 无限的责任 因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当然我对应的 对外的 我在海外经营的这些负债 都有我们的总公司来去担负了 对吗 那我们的分公司的业务活动 是由总公司来去主导的 包括你的政策的制定 这些都是由总公司来去主导 那它只是以总公司的名义 并且根据其委托 在海外开展相对应的业务活动 所以是不是很好理解 它是我们总公司的一部分 它是分支机构 它是附属机构 所以它没有独立性 那对应的 它就具备了下面这些特点 好了 那我们来看 我们去设立这个分公司 它具备什么样的一些优点呢 因为它是一个分支机构而已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所以它的这些手续就比较简单 那不是独立的法人 它的亏损 可以在总公司的税前利润中去扣除 那也就说因为你在海外的经营 它都是以总公司的名义去经营的 对不对 所以你并不需要在海外的这些东道国 这里我提示一下大家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 一个叫做母国 一个叫做东道国 这些词后边我就不再解释了 母国是什么 我们的母公司 总公司所在的国家 比如说我 总公司就在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你的母国 那东道国呢 你跨国去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是东道国 我去印度开公司 那印度就是东道国 我去越南开公司 越南就是东道国 那大家这样的就理解了 那我们说作为分公司 因为你是我们总公司的一部分 那好了 那你在海外经营它不是独立 你是以总公司的名义 在去开展相关的经营 那你就不需要在东道国去纳税 那你的税收 都是由我们的总公司这边 来去处理的 那当然对应你 如果你发生了亏损 你这个损失 是在我们的总公司的 税前利润中去扣除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实际上它帮总公司 也避税了对不对 因为你在税前嘛 税前扣除之后 你交税的整个的这个税前利润 不就减少了吗 那你合理递税 在这块你是扣除了一部分 你的税收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便于管理的 因为你听命于你的总公司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在某些方面上 受到东道国的管制比较少 那谁是东道国 老师刚解释了 你去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是东道国 对不对 那你呢 受东道国的管制比较少 因为你只是一个分支机构 你并不是在人家海外 建立了独立的 这种法人的这个实体 那东道国对于 跟公司在该国以外的 这个财产权 也没有管辖权 对吧 你想把你的公司的这个财产 你转移到海外 其他的国家 你是没有权利干涉的 因为人家就没有在你那 建独立的公司 好了 那我们设立分公司 它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有一些缺点 那首先 我们来看最懂 总公司的不利的地方 你在海外 对不对 你是它的分支机构啊 所以你以总公司的名 去注册的时候 你会披露总公司的相关的 这些信息 还有你的业务的信息 所以不利于你在海外 经营业务的这样一个保密啊 那总公司对于你的 这个分公司的债务 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对吗 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 它是你的分支机构 那在退出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和其他公司 来进行合并 智能出售资产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独立的 法人的实体 那对于分公司 它本身的不利的影响 那就是你处处都受到 你的总公司的 严格的限制对吗 所以你很难发推你的这种 独立性 自主性 积极性 创造性 你看这些词都不需要去背 就从它是总公司的 一部分分支机构的 这个角度来去理解 看它的优点和缺点 全部自己都能够推出来 那你因为不是一个 独立的法人实体 所以你在开展业务的时候 你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对不对 你都要去通过 跟总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 批准啊 你要受到它的限制 那对于母国 就是你的总公司所在的国家 它的不好的影响是什么呢 引起母国税收的这样的一个减少 对不对 因为你 我们说避税了 对不对 你的损失 是在我们母国的税前利润中去扣售 所以这块少交税 好了 我们来看 子公司 仍然从标题路程 这个子啊 大家就理解成为孩子就可以了 那老师刚才说了 母子对应 对不对 所以子公司 它是母公司的孩子 我们想一想 母亲跟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孩子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对不对 他有独立的人格 那我们对应再看子公司 那他是母公司对应下的子公司 这个时候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他有独立的法人实体 他是在当地 东道国当地 注册成立 由母公司来去控制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 他是一个独立的 法律实体的一个企业机构 看这个子公司 自身就是一个 完整的可以独立运营的 这样一个公司 那他怎么能独立运营呢 当然他得有他自己的名称 章程对不对 行政管理的机构 我们的这些法人治理这些机构 能够独立的去支配的资产 自负盈亏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开展业务 所以这些一切都基于 他是一个独立的 法人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机构 你看是不是理解就可以说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 那他有什么优缺点呢 对应的 前面分公司所做不到的 他都能做得到 那当然反过来 分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优势 那我们对应的子公司呢 他就成为了不足 所以他可以呼应来看 所以大家看子公司这时候 因为我是独立的法人实体的 对不对 所以有利你独立的去展开业务 我们这种创新 你的融资也比较便利 因为你有独立的 这样一个法人实体的资格 有利于你进行创造性的 经营的这样一个管理 对不对 有利于你收回投资 我们也可以采取和其他公司 刚才分公司是不能和其他公司合并的 而我们现在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我们可以采用跟其他公司来合并 或者是出售股份的这个方式 收回我们的出售的这个投资 好 那我们看到作为子公司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在于它有利于母公司去开展 合理合法的避税活动 这是怎么去避税呢 实际上大家这么来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分公司 它实际上是不在东道国 你的跨国的这些国家来去交税的 那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亏损之后 是从我们的母公司所在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我们母公司它的税前的利润中 来去扣除掉我们的亏损 再去交税 所以它从这个角度来讲 使得我们说母公司所在国的税收得到了减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子公司 它怎么去合理避税呢 那我们说这些子公司 因为它是独立的法人实体 所以它一定要在东道国你要去交税的 要交税的 这里就涉及到 那这些国家国与国之间的 税收制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国家呢 说的税多一点 有的少一点 有的甚至不收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了合理避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子公司 我们设置在这些东道国的 这个税收政策比较松 或者比较低 甚至不收税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那我的母公司呢 就可以通过转移的方式 我们把我们的利润转移到这些 交税比较低 甚至不收税的这些东道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母公司不就合理避税了吗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 知道就可以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作为设立子公司 它存在的一些不利的地方 那它的手续比较繁杂 咱们说了分公司就是手续简单 因为它是一部分 那我们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这个设立的手续就会比较繁杂 那并且呢 行政管理的费用也会相对应的比较高 因为它对应的一套 我们说麻雀虽小 物脏俱全 它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啊 所有的这些部门啊 机构全都都有 它的行政管理的费用会比较高 那经营管理也会存在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这是设立子公司的不足的地方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呢 叫做办事处 先看名词本身 一说办事处你就感觉 这种初级的形式没错 它就是我们总公司在海外 设立企业的一个特别初级的形式 它是为了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 而设立的一个 它是非法人实体的机构 它不构成企业 那这其实你都不需要去背 办事处 那就不是一个企业 对不对 就像一个门脸的那个感觉一样 我们公司在海外的这样一个办事处 那好了 那作为办事处 它就不展开相对应的经营 它只是一些什么呢 你看它的手续非常的简单 就做一个办事处嘛 它只是一些比如说信息的搜集啊 我们产品的这种推销啊 甚至企业形象的一种展示 它是不能够在东道国到海外的国家 从事投资生产接受信贷 谈判签约等等业务的 那这些你就不需要去背了 你就知道它是不能够 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投资活动就可以了 那由于不能直接到东道国去展开业务 所以它不必向所在国缴纳所得税 因为人家也没盈利啊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用缴税了 好了 那我们介绍了第一部分 关于跨国公司的法律组织形势之后呢 咱们进入到第二块来介绍 那管理组织形势 那我们的海外这些 相关的管理组织如何去展开呢 那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六种 这六种其实呢 它分为的就是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 你看国际业务部 看名词就知道 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国际业务部 去针对我们海外跨国公司的这些业务 那我们中间的这几个 全球产品结构 全球性的地区结构 全球职能结构 以及最后的全球混合结构 猜都能猜出来 我们都是以全球性的组织结构为基础 所以这块 第一块是国际业务部 中间的这些都是全球性的组织结构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呢 单独 叫做矩阵式的组织结构 所以一说矩阵 大家应该非常熟了 横纵交叉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一次来看一下 国际业务部仍然顾名思义 那就是我们跨国公司 是在公司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 叫做国际业务部 来去 我们负责公司在母国以外的 所有的国际的业务 你看 不需要去背 对不对 名词就提示我们 所以这块内容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好了 我们有个专门的国际业务部 负责我们母国之外的这些海外的业务 那好了 那是不是优点 所有的这些国际业务 都有这个国际业务部来处理 它集中了相关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管理 那是不是肃立了体现 全球战略意图的国际市场的这个意识 所以老师有的时候出去做咨询 你就会看到 一看到一个公司的组织结构 其实你基本对于它的经营的范围 包括它的这些思想里面 就能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所以组织结构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一看到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中 比如说有这个国际业务部 那你就知道 人家的专业性多强 我单独成立了一个部门 就去处理这些国际业务 所以它就体现出来 它具备全球性的这样一个战略意图 有这种国际市场的这个意识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公司 把它对于国际业务的一个重视的程度 好了 那是不是提高了员工的国际业务的水平 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专业性会非常的强 好了 那我们看它会有不足的地方 那第一点 那是不是人为的你就帮将这个 你是国内的 你是国际的 就割裂开了 对不对 那你这种人为的部门的割裂 就造成了两个业务部门的这样一个对立 不利于我们整体的资源的优化配置 那大家想一想 那这工作的过程中一说 我们是国内业务部 你是国际业务部 甚至国际业务部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自己的 海外业务部比国内的业务要更高大上一点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形成部门人员 因为部门的这种划分 而造成了两个部门的这样一个对立 那这个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做不好了 我到底给这个国际业务部 你配备多少资源 包括我们的这些产品的这些定价 对不对 我们的技术研发的资源 到底怎么去分配 这块就出现了困难 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那我们其他的部门 你的这些 比如相关的我们的职能的部门 生产啊 你的研发啊 等等等等 你怎么跟这个国际业务部去匹配啊 所以影响我们整个经济效率的这样一个提高 那这是第一个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作为全球性的啊 这种组织结构中的第一个 叫做全球产品结构啊 所以仍然是不明思义 那我的跨国公司呢 在全球范围设立各种产品 那由这个产品部全权负责其产品的 全球计划管理和控制 那也就是我不分什么国际业务部了 和国内业务部 咱们直接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跨国公司啊 我生产的是多种品类的这些产品 我们有这个冰箱啊 比如说我们有电视机 我们有手机 我们还有空调 那就是我们按照每一个产品的类别 形成这种产品部 而在这个产品部之内 我们既负责国内的业务 也负责国际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拓展 这样的话大家就理解了 对不对 那大家想一想 我就不人为的把它分为国际 跟国内的这种对立了 我们按产品 所以加强了产品技术 生产和信息的一个统一的管理 都在这里面集中来进行管理 那它最大限度的 哎你就把我们把国际和国内 划分的这个界限去除掉了 最大程度减少了 他们两个业务的差别 那它一定也有不足的地方 容易向分权化去倾斜 因为你每一个产品部里面 相关的这些 这些你看技术生产信息都有 对不对 这些职能管理的工作 你全部都有的 你有生产 你有制造 对不对 有你的销售 有你的采购 对吧 有你的财务 每一个产品部里面都是 具备一系列的这些工作 所以它的分权化就会非常的强 那长此以往 各个产品部就自成体系了 那不利于我们公司 对于全局性问题的 这样一个集中的统一管理 我只想自己这件事 把我冰箱发展好就好了 不管你电视机怎么样了 对不对 所以不利于我们整个 全局性问题的一个 集中的统一管理 那它也削弱了 地区性的这样一个功能 并且造成了机构重置 为什么叫做机构重置啊 大家想 冰箱这里有一套 你的技术研发 你的生产制造 我们在相应的信息财物等等 电视机有没有 手机有没有 空调有没有 所以这些机构都重置了 那这是不是资源的浪费 所以它有它的不足啊 好我们的第三个 叫做全球性地区结构 所以我们的跨国公司 就是以地区为单位 我们设置地区的分布 从事相应的这个经营 我们是亚洲区 欧洲区 非洲区 以地区为单位 从事相关的这个经营 那每个地区分布 都会对于公司的总裁来去负责 那我们有亚洲区的这个副总裁 比如说我们有欧洲区的副总裁 对不对 对应的这些领导 都会对于我们上级 总的公司的这个总裁来去负责 那好了 那它的优点 因为你是以一个一个的地区为单位 所以强化了各个地区分布的 盈利中心和独立的实体的地位 那有利于我们有 针对性的设计出来 满足顾客要求的这些产品 而且我们制定中 有针对性的产品营销的策略 我针对亚洲区对不对 那它的相关的这些产品 比如我是护肤品 那我亚洲人的这个肤 这个皮肤 包括我们对于价格的这种 接受的程度对吗 还有我们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 可能我们的这些价值观啊 我们的一些信仰等等等等 实际上每一个地区 会有你不同的市场的需求 我们对于护肤品的这个 要求亚洲人的皮肤 跟欧洲人跟非洲人对不对 那好了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市场的需求 设计不同的产品 同时我们提供 不同的营销组合的策略 针对亚洲地区的 我们的产品价格渠道 来促销怎么做 针对欧洲的 因为这个地方不同的人啊 我们说不同的人 他其实你对于价格的敏感的 这个程度对不对 各方面都是有差异的 所以你看我们是 以地区有针对性的去提供产品 提供营销策略 发挥各个地区分布 你都会想方设法的 把我这个地区的 这些事情要去做好 那好它的缺点 其实也是对应的 你看前面 我们说分权也好 其实都是 无论是你以部门去划分 还是你产品 你与地区 你看你都形成了一个 这一块是我的领地的 这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有这种 叫做区位主义的 这样一个观念 你只管你亚洲去的 这点事对吧 我们整个其他的 分区的这些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你会重视地区的业绩 而忽视了 我们全球的 这种战略目标 和总体的利率 所以跟前面都会有一致 只要你划分了这个 就都会导致 你的协调性的问题 就大家只关注 井底之蛙嘛 对吧 我只看我这个产品 我只看我这个地区 我只看我自己的 这块职能 对吗 你忽视了整体的 这样一个利益 那我们忽视了 产品的这样 这样一个多样化 难以去展开 跨地区的 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所以这种跨地区的 这种合作 很难去实现 因为我们都是隧道视率 隧道视率 盯着眼前的那点光 看不到这个隧道之外的 这个大的世界 对吗 而我们的公司 就是那个隧道之外的 我们要整体的协交 共同实现 我们的总体的 这个目标啊 所以这种跨部门的 跨地区的 跨产品的 这些合作 都会很难 我们再来看 全球职能结构 那你说职能 跨部公司 这时候的一切业务 咱们就别按什么产品 别按地区了 怎么按着职能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按生产 按销售 按研发 按财务 这不就是我们所学到的 这些主要的这些职能吗 我们按照职能设置 职能的部门 那每一个 你在生产部门里 销售部门里 你的技术 创新 研发等等 这个部门都会负责 该项职能的全球的业务 我的生产 国内的 国际的都负责 我的销售 国内 国际的都负责 那么分管职能的部门的副总裁 也是向我们的 整个的总裁来去负责 优点 也是专业化的分工了 我们这回是怎么分的 不是按产品的 不是按地区的 我们这回是按职能 我们做生产就做生产 我们做销售就做销售 那当然明确你彼此的职责了 你生产的职责 和我们销售的职责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职能运行的效率提高了 易于实行严格的 规章的制度 我们在生产部门的要求 我们的供应部门的 我们的财务部门的 那各自有各自的 规章的这个要求 有利于我们统一 成本核算和利润的考核 这些都是我们 对于职能进行 专业化分工的优点 不足的地方呢 你很难以开展 多种经营 实现产品的这种多样化 你没有办法像前面 我们针对地区的 这种市场的特殊的需求 有针对性的 进行产品多样化的 这种商场 同时你看 跨地区的这种协作 仍然造成了 很大的这个困难 因为什么 你都是按职能 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做 那所以这时候的 地区之间的协作 就更加的困难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 全球混合的结构 那一说混合 就是上述的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这个组织结构 我们结合起来 那我们可能既有产品 我们有地区 我们去结合起来 设置分布而形成的组织结构 优点就在于 你可以满足你的特殊需要 和业务的重点 对不对 我这一部分可能就需要的是 我们根据产品去设置 那那一部分 地区有更差异性的这种要求 就按地区去设置 所以我们根据 我们的需要和业务的重点 选择或采用 不同的组织结构 它的灵活性会非常的强 缺点 夺乱啊 你的这个组织结构的形式 它组织机构 对吧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你到底是按什么 一会儿产品 一会儿按职能 你会又按地区了 所以它是不规范的 就造成了我们管理上的 一个脱节和冲突 那并且所设的这个部门 业务差异非常的大 我们坐在一起怎么沟通 对吧 你是按照产品去划算 你是按地区的 这时候不利于我们的 合作和协调 好了 那我们作为 跨国公司的管理组织形式中的 最后一种 叫做矩阵式的组织结构 提到矩阵制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 一说矩阵 一定是横纵交叉 我们有长有宽 才叫矩阵长方形嘛 所以这个的横纵交叉 它是将职能主线 和我们的产品地区主线 来去结合起来 纵横交错 对公司的业务 实行交叉管理和控制 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就理解了 比如说呢 我们的职能 有相对应的 我们有生产部门 我们有财业 我们还有市场能销 这是典型的这几个职能部门 好了 我们这边 这是动向的这些职能部门 我们的横向呢 比如说我们按照是产品 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电视机 我就写两个了啊 那大家看我们的手机的这个主线 它的人员从哪里来呢 都是从我们的职能部门 所以这个圆圈的地方都代表的是人员 这个人员 也就是我们作为产品的这个主线 它里面的人员 产品部的这些人员负责生产的 负责财务的 负责这些市场营销的 我都是从他所属的职能部门中 抽调出来 适合你产品这个类别的 适合你的汽车的相关的这些类别的人 我们放到各自的对应的这些主线上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人来自于原来你所属的职能部门 横向归你所属的产品 或者是地区的这种管理 那大家想 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 多头双筒民党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先有个印象 你看 他一方面接受来自于他原来所属职能部门的管理 一方面他又横向归他的产品部 他的这样一个管理 所以大家会看到 优点 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了 他增强了整体的实力 那么同时呢 他增强了公司的应变的能力 他特别的灵活 对不对 你可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业务的环境 保证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那他的缺点 就是打破了统一指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打破了统一管理 也就是一个人员 他接受来自于双向的这种领导 那我到底听谁的 你管理层就容易发生这种冲突 而且他的组织结构同样也会非常的复杂 对不对 你要去协调各个层次之间的这种利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难点 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去判断这个矩阵式的组织结构 就从一个关键词语 你会发现他在如果是案例啊 他的表述一定会出现这种交叉管理的这些词语 包括打破了统一管理的原则 这些词就明显的提示给我们 它是矩阵式的组织结构